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中部想要买百达菲力的手表 一定会来十美债逛逛 身为台中销售百达菲力最久的店家 每次跟客户分享百达菲力的时候 就像在介绍两个好朋友互相认识一样 跟客人介绍百达菲力之所以特别的品牌价值 也把百达菲力介绍给适合拥有它的客人们 成交与否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让客人可以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赏表 才是服务的关键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十美债的营运总监Rex 请他来跟我们聊聊百达菲力的销售经验谈 好Rex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台中人 所以其实很常在这附近走动 然后其实对十美债本身也蛮不陌生的 那其实最早就是追溯起你们 就是开始的销售百达菲力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跟百达菲力大概合作在四十多年之前 当然是从我的爷爷那一辈 还是我们第二代的经营者 开始跟百达菲力做一个合作 那也是我们十美在开启瑞士钟表销售的时代 其实在更早期之前 可能是我曾祖父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其实是做维修而已 那也还有一些日式手表 并不是专进在瑞士的一个钟表销售 那在人民国大概六十多年才开始真正进入到瑞士制表工艺 那开启我们现在十美在这一段路程 那时候的表界风气还有那时候就是主流流行的手表款式是什么 以前的风气跟现在比较不一样 如果说荻宝菲力 早期是以典雅 然后有一些功能性为主 那相对还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属于华丽的珠宝镶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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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譬如说以前的Nathis 那像剛剛Rexter提到說 其實石美哉跟百達菲利的合作關係 是從你爺爺那一輩 就是四十多年前就開始了 那其實這樣一路以來 就是你耳濡目染 到你自己現在接班 你覺得其實就是 銷售百達菲利 帶給你們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百達菲利最大的收穫其實是收藏 還有一些可能傳承 我們百達菲利與石美哉 其實都是屬於家族企業 但我們在某種在經營程度上 有一種很契合的方式 就是當然以現在時代的進步 我們需要與品牌學習 與百達菲利學習說 如何經營傳統家族 走在時代的最前端 當然我父親的部分 就是我們其實 參觀過很多次我們的百菲利博物館 看到很多的館傳作品 那其實百菲利是個很尊重傳統 也很有念舊的一個心態的品牌 他會去在於各種方式去找回他們 讓我們覺得很有價值的東西 那我們是每來自己想要屬於 就是認同有價值的商品 所以剛好在去年2021年 有很好的機緣 我們在拍賣會 有買到就是我們的一個懷錶 那這懷錶其實它 是在175週年時候退出的 那當時我們沒有機會去購買到它 那我爸爸就說 看到這個拍賣會有這東西 好那我們就把它買下來 那這就成為我們自己的正經之寶 好我們有存在我們店上 就擺在那邊 那其實175週年 其實是百菲利很重要的里程碑 它的設計元素 濃入任電話的湖 湖岸的風光 還有就是 帆船的部分 因為我們農運總裁 施動先生 對於說 任電話這個湖 他有很深刻的情感 所以他把它這些元素 濃入在它的紀念品裡面 那其實它很特別 它是在圖面上呢 它的帆船是用墓式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特殊的一個工藝 也許只有百菲利家族 擁有這樣子的藝術 跟可能它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把它購買下來 Rex 就你一路以來的觀察 其實你覺得百菲利的課程 就是到 從以前到現在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課程其實相對上都會有一些可能 在於時代 在於時間上不同 會有一些可能變化 我覺得這幾年變化 就是可能多了很多年輕的客群 它了解百菲利 我像可能早期的時候是 要慢慢的收藏萬表 由中間外品牌開始去購買 它開始到可能高價位 那當然從它年輕到 收藏要一段時間路程 那當然相對年紀上 會比較成熟一點 這幾年我覺得變得比較年輕化 相對也是可能我們的作品上面 也相對年輕化許多 會吸引到更多的消費者 進來到這個品牌 那如果就你們自己 銷售端的立場來說 其實你覺得 銷售百達菲利 跟銷售其他高單價的手錶 有什麼不一樣 百菲利是個很遵從傳統的 一個中標品牌 所以我目前全線的作品 一樣都是由純手工生產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 家族精神與傳統製錶 也不會說因為現在市場 百菲利算真的 我們知道很熱門 然後寒度很高 也不會因為說這個元素 而改變了說它的製錶工藝 因為其實你知道 現在的科技設備都很進步 你說機器能不能取代手工 我相對一部分一定可以做取代的 那也不會說因為現在市場需求 而我把這塊捨棄掉 為了增加產量 然後把它改成機器化生產 這我覺得百菲利到現在為止 我們看到的都是很好的一個價值工藝 那你如果有一些表明啊 就是他很想要入手百達菲利的熱門款 可是可能都一直找不到機會去入手的話 Rex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其實你說百菲利沒有什麼叫沒有機會 或是無法入手的手錶 但相對的 我常常自己跟我客人講的 然後一句話就是 你要購買百菲利 你要有時間 是要長期的一個累積經營 比百菲利本身我們的產量 就是一個極稀少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講到的 純手工生產 所以不會說產量很多 可以隨時隨地來到電子上 你就會有辦法看到很多很多的作品 但相對於它的熱門度比較高 來到電視上我們可以幫你推薦 適合你的東西 你要的功能 款式 材質 我都可以幫你一一推薦 從我們介紹中 也許你可以尋找到一個 我要收藏的方向 終於找到我要的表 而不是說我原本在網路上 可能看到A款式 但是款式可能 不是我這麼喜歡的 可是來到電視上 我們幫你推薦之後 會找到你要的B款式 那未來也許你可以從這個功能 比如說年力功能 萬年力功能 是百菲特色 你可以從這款去往前去收藏 不同的材質 不同時間點的東西 也許15年後 或是20年後 你收藏到一個程度 回頭看發現 這款是我曾經擁有 其實很好的一個美好時光 好 那最後呢 如果想要請REX推薦 就是百達菲力的男表跟女表的話 你自己會推薦哪兩款 個人的話其實 我在去年的新品裡面 我只有喜歡到兩款作品 那第一款就是5236P 它是我們的薄金萬年力 這款其實就是說 你在乍看第一眼 你不會覺得它是有複雜性功能 因為它有一個很簡潔的面板 面板顏色有點拉絲 然後 見藍見黑 我覺得相對上是比較有 有點神秘的感覺 那當你去深刻了之後 這款式之後你發現 它有很好的內涵 因為它是屬於頂級複雜功能 萬年力的 那它比較特別是 我們的12點鐘部分 有一個並列式的陳列 再說它的 星期啊 月份日期 是在同一個水平的陳列上面 那我覺得 這個面板它全部的設計 都是對稱式對應式的 像我們的日夜顯示 我們的熱鏈裝置 它都是有一個很對稱的方式 翻過來看到機芯 這更不用講 我們的白髮菲力是 純手工生產機芯 所以機芯的細緻度 這是最好的 特別是這個 柏晶自動盤 因為我們線上的作品裡面 沒有一個款式用柏晶打造 它會提升我們的 商店的效率 多了20%效率 那它去驅動 我們這個複雜功能來講 它會顯得更有力 我推薦另一款是去年 也像是女生的新作品 5269-200R 它是屬於比較運動風格的 一個前指標系列 那自己這款我推薦它的原因是 它有很大一個就是 外觀上衝突 它是玫瑰鏡的可行 搭配很華麗相性鑽石 但是又是搭配我們很橡膠紙的錶帶 那這是在正式與休閒之中 算是一個衝突點 那我覺得它很適合在於 女生的一個推薦款式裡面 它用實音機芯 搭配了複雜的兩地時間 那因為現在是疫情時代 沒辦法出國 如果說疫情過程出國 其實很方便 你可以在一個彎表時間看到 家鄉時間看到本地時間 而且又有日夜顯示 那它又更大便宜是 就是BioF3以往的複雜功能 都是要用獨立暗氧孔 可是龍頭跟暗氧孔是分開的 但我們今天兩個功能的結合 都是在龍頭做校正時間 所以這個帶有更大的便利性 因為女生的便利就是我 帶了就要出門 我不要說 我們車門還要一直轉轉轉轉 上發條 校正時間 那也我覺得幫現在女生 增加一個絕佳的選擇 是 封面 是 嚴重的 在這裡